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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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中国人被你打得落花流水啊 再来几个游击队又有何防啊 小鬼子 别在那儿呢 怎么是你们 你们怎么逃出来的 来人 快 快 保护好黄金 上 快点追我们呀 好了 别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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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搬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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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hing 追问局 哇 真是吧 成人那你 能不能放得逃 人那你 你是这样子 站住 追 好 追 抓住他们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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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已经赃放任何人 W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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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g S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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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意思 真成功不进来 走吧 快让 快让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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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また上次的那一層 我许你呢 你呢 我许你呢 我许你呢 你呢 咱们 一学一学 我许你呢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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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救命啊 救 救命啊 狗贼 还认识我吗 你 你们 你们是游击队 队长 黄金的 这边 终于把黄金夺回来了 大家辛苦了 队长 陆大哥 队长 我们把祖祖墓给解决了 做得好 春莱兄弟的仇终于爆了 要注意警戒 准备撤退 队长 那黄金怎么办 对了 刚才我们在来的路上 发现那边有个水塘 我看干脆先把黄金沉到水塘里 等以后有机会再回来取吧 好 接近 没用的东西 人呢 黄金呢 人呢 报射所 矿场已经爆炸 劳工全部超过 爆炸原因还不清楚 射所 我们在附近 发现了走走步的尸体 要盖一个路 去找 去找 我要黄金 我要黄金 快去 是 同志们 黄金已经从水里捞出来了 这是一笔可观的抗日废物 这次菜标 陆有为 刘飞 记头工 说真的 这鬼子的金矿 根本不是人带的地方 好在咱们这一身的本事 没人敢欺负咱们 陆大哥 谢谢你这次替我照顾刘飞 说什么话呢 我带你们下山 照顾你们不是应该的吗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这次冒着生命危险 完成了任务 我代表新四军感谢大家 晚上请喝酒 太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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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诸位赏光啊 王老板 恭喜恭喜啊 高队长 高队长来了 来 把他裁过来 这个时候我在康城做生命 还这么酷长开业 今天高莫姑姑在身 又一个狗还见 到康城来开业 而且 一点都没错 我今天晚上还要设宴招待你 请你省光啊 高队长盛情 平常心俩的 真是不好意思呀 今天晚上我还有个事 不能却赴宴了 这样敢入我做东 设宴招待高队长 你是谢罪 好 不妨 不妨 那我今天有事 就先告辞了 不送 不送 来 把匾额收起来 把匾额抬进内室 我要刮出来了 小心点 王老板 你连警察大队 队长的面子都不给吗 我是来康城做生意的 因为康城是我的老家 做生意嘛 就不能得罪当权的人 只好敷衍 是是是 不过啊 这些人我也不喜欢 因为高翔是给日本人做事的 我不想惹麻烦 原来是这样的 对呀 没想到王老板 这样爱国呀 这话可千万不能传出去 要是让高翔和日本人知道 那我就有麻烦了 我是做小本生意的 我不想惹事 不想惹事 王老板说得对呀 是 好了好了好了 大家不说这些了 请到这边来看看 请请请 请 原来这个王老板 不是韩金啊 看来刚刚是误会他了 在中国人的土地上 小人横行霸道 老婆辛苦啊 有时候为了生存 不得不价而以奉承 这是个什么事呢 所以我们要狠狠地打鬼子 直到把他们赶出去 对 不把鬼子赶出中国 事不罢休 对 好了不说了我们走吧 好走 来 好了 来 刘妃呢 刘妃呢 刘妃你又到处来跑 没有没有 我去帮五颖大哥买音了 看 专门买的平章音 我觉得这个王老板 既然是爱国商人 我们就得支持他 都买完了 走吧 走 走 刘妃 我没事 累不累 不累 刘妃辛苦你了 爷 不辛苦啊 不辛苦啊 尝一尝里面请里面请 来 爷这位请 来 里面请啊 来来来 来尝一尝里面请 来来来 谢谢光临啊 来 谢谢光临啊 来 谢谢光临啊 这位爷这位请 来 尝一尝 来 尝一尝 来来来 这位爷 来来 尝一尝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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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尝一尝 快出来 尝一尝 快出来 尝一尝 从这里面看来这里 每天对那些不散不死的人 抢劫的吸毒的 什麽样都有 我们日子再没太平过 知道吗 就是 我要让你们把烟馆搬走 搬走 干什么 这管我们烟馆是不是 就是 你们吃饭撑的 我们正大光明的做生意 警备队也都不管 你们你们平手啊 警备队啊 基本都是跟你们一起的 警备队不管 我们管 对 我们怎么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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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打人呢你 你们还敢打人 你们什么人 这是我们的地盘 敢在这里撒烟 滚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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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刮啦的到底在说什么东西 不管这么多了 我们拆了他们烟火 去吧 你快 我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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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急点 你看如果被打中鬼 还能隶机下去 没神气 但现在不生气的时候 不能暴露十分 走 走 岳飞 走 真不知道 我们还算不算新四军 新四军是帮穷人的 我们看着穷人受欺负 当作没看见 一走了之 这算哪门子新四军啊 刘薇 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 但是小不仁责乱大魔 现在的人们是为了你后面 救出更多的老百姓 队长的话有道理 你现在打那两个浪人 是出气了 可你一走 老百姓还是会受欺负的 难道你能一直保护他们 我就不知道你们到底怕什么 刚才我们打了 那两个浪人在座 一来得及了 就算有人通知黑木头 他也不会来那么快 是吧 我们怎么会暴露呢 陆大哥 我们一旦打上的话 肯定 肯定是警备队先来 警备队一来的话 那我们怎么办 他们比黑木楼快多了 咱们买这么多东西 难道不要了 这可花钱呢 你怎么了 不行了不行了 我 我肚子疼 我得找个地方拉屎 你该不是想回去打架吧 我真不会回去打架的 我真是肚子疼啊 你可千万别回去生事啊 你放心吧 我不会打架生事的 我不会暴露自己 一切要以大局为重 放心吧 你们赶紧回去 先回去 我一会儿就回来 那好吧 我们先回去了 一会儿就来啊 好好好 一会儿就回来 一会儿就回来 小鬼子 喝酒 喝酒 喝 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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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别 别 求求你们 求求你们 求你们 别 求求你们 喝酒 这样 这样 来 救你们 别跑 你 我 我回来 我回来 要死 天哪 要死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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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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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从车上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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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快上 登山 放松 放松小鬼子 刚才 这儿是什么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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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 什么要拿呢 这是 别拿呀 不能拿呀这个 拿开 给钱 你没给钱哪你 你没给钱哪 没 没给钱 别 别打呀 钱 走 拿开 这帮畜生啊 这帮畜生啊 你没事吧 没事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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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吗 不是 不是 走 驾 来 来 来 该 我该呀 该死啊 这个是砸碎的 该呀 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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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太太 谢谢 打他 不声 抓他 抓他 卖菜 卖菜啊 新鲜的蔬菜啊 来来来 买菜啦 新鲜菜啊 新鲜菜啊 人呢 怎么不见了 追 我那边追 好 什么人 来人啊 抓贼 顺便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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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我不是贼 我实在没办法 才跳进来的 发生什么事情了 老板 这个人刚才翻墙进来 我怀疑他是贼啊 老板 我的确不是贼 刚刚我在大街上 看到日本人 欺负咱们中国老百姓 我就打抱不平 结果警卑队来了 他们追着我不放 我实在没办法了 才从这里啊 跳进来了 你是什么人 连日本人也敢打 不瞒你说 不是新四军游击队 游击队 我们游击队啊 不仅在这儿打鬼子 还在战场上杀鬼子呢 佩服 佩服呀 王某一直佩服游击队 王某一直佩服游击队 不怕牺牲 敢于在战场上和鬼子斗 只是我胆小 可是我是一个中国人 我是想为你们做点什么事情 伙计 去柜城取一百大洋来 是 这位壮士 我只能做到这些了 为抗日做一点经费贡献 还希望壮士不要嫌弃 老板 不敢不敢 我怎么敢嫌弃呢 谢谢 谢谢老板 老板 别客气 警卑队来了 去去去去 这位壮士 你看啊 我 家里面还有一群老小要养活 我是正当商人 我不想惹火上身的吧 我 我明白了 你放心 我不会连累你的 再见 壮士见谅啊 干嘛 见了 刚才那个是黄军 一直追捕的游击队 不能让他跑掉 分头行动 是 他们怎么知道你是游击队的 你怎么可以暴露身份呢 我 我 你别跟我解释了 还是回去跟队长解释吧 跟我回去 你听我说呀 星儿 滚朋友 没有的东西 连个中国人都打不过 怎么跟我学的 对不起 这是个教训 今后 谁要再丢我们大日本家 帝国武士的力 就不要回来敬我 自治亲夫吧 是 齐天真 什么事这么生气啊 走 请 让少佐见笑了 你那两个手下 只不过是遇上了 比较棘手的人 所以 不要去怪他们 我跟这帮游击队 也斗了一段时间了 他们都是身负我功的人 所以 要抓到他们 真的是不容易的事情 但是 早晚他们都会落到我的手上 嗯 少佐 如果我遇到他们 一定为你效劳 把他们抓住 送到你的面前 那我就 先谢谢季田君了 对吧 季田君 有一件事情 我一直没有问你 你 为什么会来康城 而且开始无管 是不是 有其他的任务啊 少佐说得对 我们皇军在东北种植鸦片 既能牟取中国人的钱财 又能让他们的身体虚弱 无力抗争 我这次来康城 是希望借铁路之便 把东北的鸦片 运到这里 再转运到别的地方 哦 哼 怎么说来 我们康城 变成鸦片中转战了 哈 这里 有黑木大佐管下 是最理想又安全的地方 我们 都是为大日本帝国效力 为天皇尽忠 所以 不管有什么事情 只要吉田君开口 我一定尽力地协助你 啊 谢谢少佐 我 太客气了 老板 货已经到了 在仓库里边 嗯 知道了 通知老四去验货 是 嗯 我 喜欢的 人家 一切切 你筹都烦了 走 都捰了 我也不肯定了 你逅损了 你做好的 这些咱们 就是我 我明白的 老四 这批货你可得验一下 没问题 放心吧 老板 千万别出任何差错 您就放心吧 老板 金田先生 我到了吗 快 帮我来 金田先生 你看 这些货 都是混在我的烟中运过来的 没有人发现 我现在已经成功树立了一个 爱国商人的形象 就是地下党游击队 也不会来查我的货的 很好 就用你这个方法 把货转到别的地方去 金田先生 请坐 老四 烟馆 生意怎么样 最近抽烟的人太少 这生意不太好啊 好 好 好 金田先生 这个问题 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 你 有什么办法 方法就在这儿 方法就在这儿 我已经在香烟中加入了 很少量很少量的鸦片 一般人是不会发现的 抽一只两只 也不会染上毒瘾 但是两包三包以后 那这毒瘾越来越深了 他们自己不去找烟馆 都补成了 你的方法不错 有了王老板的妙计 老四 哎 烟馆准备多开几家 我们的生意会越做越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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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よ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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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饭不服一只烟 塞不服魔神仙 吴迷大哥 还钱 不是 你吓我一跳你 快还钱 买爷的钱快还给我 不是 买爷爷的钱是 是公费 你怎么能算公费呢 这是你的私人物品 咱们这里这么多人 就你一个抽烟 总之不能算公费的 这钱可是我店的 快还给我 不是 六飞兄弟 你呀 就是不知道变通 公事需要公办 我们不能偏私 你先把钱花给我 还给我 刘肥兄弟 还钱 刘肥兄弟 你听我说 我就是喜欢你这种 公私分明的个性 不枉我给你错兄弟啊 你想想啊 兄弟之间 就不能分得太轻 对吧 你想想 你要买东西 你跟你姐姐借钱 你姐姐能跟你要吗 是不是 我姐肯定不会 跟我要钱的 那对嘛 所以说啊 下次等哥哥 什么时候下山采购 知道吗 然后 你要什么东西 你跟哥哥说 哥哥肯定带给你 行 好 你 你总是有借口 不下山采购的 还钱 不然 要不把药还给我 姐姐姐 柳姑娘 我和你是话不投机 半居毒 我和你是 就逢之起千非少 你 柳飞 你 乌鸣老是占你便宜 你怎么还跟得在一起啊 没有啊 我觉得乌鸣大哥说的有道理 姐 你想 我们既然都是好兄弟 就不要分得那么清楚了 做哥们儿不用计较的 你 你笨死了你 你 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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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可别这么说 上一次啊 我呢 也不想连累你 这儿毕竟是日本人和警备队控制的地方 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我王平章却 实在是惭愧 惭愧呀 王老板 你真的不必如此 上一次啊 虽说是事出突然 但最终呢 毕竟是我打扰了你呀 所以今天呢 我们是特意登门来向您道歉的 你这么一说 更加惭愧了 王老板 你真的不必如此 王老板 陆哥 咱就别客气了 是吧 王老板 我一直听陆哥说 您有一颗爱国的心 这次我得知您要资助我们抗日 在下 三生有幸 您请坐 客气 客气了 来来来 喝茶 王老板 我呢 不是跟您哭穷 也不是跟您抱怨 我们这所谓的游击队啊 其实都是平民老百姓出身 你知道吗 我们呢 以前过惯了苦日子 现在一抗日更苦了 是要钱没钱 要粮没粮 要枪没枪的 今日得知您相助我们 在下 先感谢了 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明白 你们为中国人全力做事 真是不好意思 上次陆兄弟走得匆忙 钱也没有带走 但是我绝不食言 好 阿财 来了 去趟账房 取一百大洋来 是 是 我马上去 来来来 喝茶 兄弟 别冲了 赶紧去通知酒卫队 就说有两个新四军 在我们这儿 回去 好 阿财 你们抗战都做了些什么呢 哎呦 我们抗战事做得多啊 没事 我们烧鬼子营房 对吧 抢他们物资 还有杀他两个日本鬼子 哎呀 你们真是太厉害了 真是大快人心哪 黄老板 那也得靠你们老百姓 大力支持啊 哎呀 这是应该的 只要你们需要 我 王某人肯定大力支持 这可太好了 谢谢你啊 王老板 谢谢啊 请坐 请坐 我听说日本人在到处的追捕你们 上一次陆兄弟不是被日本人追捕了吗 那不算什么 我们是要消灭他们 他们当然得追捕我们了 现在你们游击队住在什么地方啊 危险吗 要是没地方住的话 我王某人可以帮忙 不不不 我们住在 我们住在 正所谓天为父 地为母 我们四海为家 住哪都一样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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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老板 你们家的小伙计怎么还没回来 我不是说我们的事 我是怕他把你姐拿走 你这么一提醒 他 他怎么去了这么久呢 我到账房看看 好啊 试陪一下 好好好 试陪一下 好啊 不是我说你啊 你也太没江湖经验了 走啊 好啊 一波海未停 一波有起 硝烟弥漫着大地 我倒下的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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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万万同胞 那起武器 打响着长战役 你 向往中华的果位 我要用生命捍卫木槿 我要用鲜血换来和平 欢喜那春水的雄势 胜利就快要来临 一波还未停 一波又起 硝烟弥漫着大地 血染的战场 真能忘记 我倒下的兄弟 我要用生命捍卫木槿 我要用鲜血换来和平 欢喜那春水的雄势 胜利就快要来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